当你老了,不想被子女嫌弃,请记住这四句话,晚年生活才能幸福。 这里是大道无形,分享人生故事,欢迎订阅。 老,是每一个人都难以避免的话题,我们都会有老的一天,然而老去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呢?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变老之后能有所依靠,但并非每一位老人都能得到善待,养儿防老,是我们的传统观念,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醒悟,老了以后还是应该靠自己,人到晚年,如果不想被人嫌弃,请尽早记住这几种活法,避免自己成为令人讨厌的老人。 一,不要以过来人的身份干涉子女生活。 有句俗话说得好,儿孙自有儿孙福,莫为儿孙做马牛。 当孩子有了家庭,我们就应该学会适时退出。 有些是,我们不喜欢,但不代表是错事,孩子是成人,不要总说教。 有些事情,如若实在看不惯,可以规劝,但不能主宰。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。 父母那一代的经验,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子女这一代。 有个小故事,一位大妈今年六十多岁,老伴患病去世后,儿子跟媳妇把她接到室里。 大妈很开心,住一起之后,她帮媳妇操持家务,有空还带带孙子,一家子其乐融融,可时间长了,大妈开始挑剃儿媳妇。 而媳妇是一名舞蹈老师,经常在家里练舞,有时候会跟儿子一起跳舞。 大妈接受不了,说是伤风败俗。 最终,大妈被送回了老家。 生活中,类似大妈这样的老人并不在少数。 鞋子舒不舒服,都是脚的事。 子女长大成人,成家立业,父母的任务已经完成,之后,他们自己的路要自己走。 多为孩子着想一下,多换位思考,这样不仅自己轻松。 孩子也会更自由。 为人父母,累了大半辈子,为的是把子女抚育成人。 他们的初衷,也都是想让自己的孩子好。 可是,有些父母用错了方法,他们喜欢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来指导子女的生活。 然而,时代不同了,观念也不同了,每代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。 父母那一代的经验,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子女这一代。 二,尽量不要麻烦儿女,做自己能做的事情。 人老了,还得靠自己,不要全部指望别人。 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。 一个女人在老半去世后,开始不停地折腾儿女们,总是有提不完的要求,如果未得到满足,就与孩子大吵大闹。 逢人便会说,儿女不孝顺。 女人身体很好,自己做饭洗衣都不是问题,但她却要求子女们给自己每顿送饭,并且自己想见到谁都必须随叫随到。 儿女们平时也很忙碌,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饭,于是就商量着请个保姆照顾老人。 但是,她坚决反对,说孩子们这样就是不孝顺,故意不想管自己。 儿女们苦恼不堪,不止一次跟她谈过聊过,但是她依然坚持自己的态度,你们是我的孩子。 就必须好好对我,这是应该的。 虽然儿女赡养老人这是义务,但是对于父母而言,当自己能够完全照顾自己的时候,不要过度依赖儿女,不去给他们添麻烦就是一种疼赖。 若不然,没有节制的打扰与麻烦,不管多么孝顺的孩子也会心生厌烦之意。 人老了,还得靠自己,不要全部指望别人。 电视剧都挺好中,苏大强在妻子过世之后,他并没有老到什么都要依赖子女的年龄,很多事情自己就可以做好。 然而,他以老卖老,觉得自己是老人。 子女就必须孝敬他,尊重他,顺从他,给子女们添了不少麻烦。 他想尽办法各种作妖,住在二儿子家里不满足,希望可以跟大儿子一起住到美国。 他从来没有为孩子考虑过,只想着自己能过得舒服。 庆幸的是,最后茗玉终于还是把他接回了家,好好照顾他。 然而,生活中这样的父母,未必有苏大强这么幸运。 如果父母本身可以照顾自己,却早早就依赖子女,给子女添麻烦,相信在孝顺的人也会不耐烦。 03.注重身体健康,不再是为了自己。 人啊,一定要善待自己,多锻炼自己的身体。 让自己安然无恙,就是给孩子最大的安慰。 拥有个好身体,对自己负责,让孩子放心,也是我们为孩子做的事。 老了,注意饮食健康,照顾好自己,才是我们最该做的事。 人生的上半场,我们为家庭,为孩子奔波,人生的下半场,请你一定要学会取悦自己。 人啊,到老年,就不要死气白赖去干了,这个时候,再去用健康换财富,就是真的傻。 人到晚年,身体好,精神好,比什么都强。 学会爱自己,自己好一切都好。 自己健康,就是给孩子减负。 谁的人生都有弯路,孩子也有,有时候让他走一走,并不是啥坏事。 希望天下的父母,都学会爱孩子,都能更好地去爱自己。 04.别过度依靠儿女,给自己留点积蓄。 士林广记中写道,养儿防老,击骨防鸡。 但事实上,靠谁不如靠自己,一定要留点积蓄养老。 一对夫妇,育有三三女。 孩子小的时候,当年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,为了六个还能吃饱饭,夫妻俩每天都会饿肚子。 他们花费了一辈子的心血,把六个孩子拉扯大。 儿子结婚,女儿出嫁,掏空了夫妇的家底,他们毫无怨言,只希望将来自己年老的时候,孩子们能孝顺他们。 然而现实却是,儿女们连赡养肺都不愿意掏。 为了生活,老两口不得不每天出门减肺品度日。 曾经听过一位老人说,我养儿女是本分,是应该,人家养我是麻烦,是负担。 老人的话,想来还真是凄凉。 生活中,有头脑的老人,都会对自己和老伴的晚年生活,做长远的规划。 因为老年人并非只有依靠儿女这一条养老路。 还有很多的养老方式可以选择。 人老了,就像是褪了色的画卷,颜色不再那么鲜活。 走到晚年,忽而发现,与子女之间的思想相差十万八千里。 两代人所做出的选择,也常常南辕北辙。 年轻人,喜欢冲击性强烈的东西,渐渐地与父母有了代沟。 但是别忘了,那血浓与水的亲情,最难以割舍。 人到老年,照顾好自己,就是对儿女最大的帮助。 成年人的生活,已经够难的了。 家中老人身体健康时,日子过得忙碌,但也算幸福。 但家中老人一旦病倒,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自己要上班,老人需要照顾,孩子需要接送,工作生活一团糟,可谓是苦不堪言。 其次,酒病床前无孝子。 只有自己健健康康,张嘴吃得香,上床睡得着,不会给子女添麻烦,活得才有尊严。 人到晚年,身体好,精神好,比什么都强。 人老了,靠谁不如靠自己,一定要留点积蓄养老。 一对夫妇,育有三三女。 孩子小的时候,当年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,为了六个还能吃饱饭,夫妻俩每天都会饿肚子。 他们花费了一辈子的心血。 把六个孩子拉扯大。 儿子结婚,女儿出嫁,掏空了夫妇的家底,他们毫无怨言,只希望将来自己年老的时候,孩子们能孝顺他们。 然而现实却是,儿女们连赡养肺都不愿意掏。 为了生活,老俩口不得不每天出门捡肺品度日。 曾经听过一位老人说,我养儿女是本分,是应该,人家养我是麻烦,是负担。 老人的话,想来还真是凄凉。 生活中,有头脑的老人都会对自己和老伴的晚年生活做长远的规划。 因为老年人并非只有依靠儿女这一条养老路。 还有很多的养老方式可以选择。 人到晚年,学会与自己和解,与子女保持一些距离。 子女的事,能管的,就帮忙管管,管不了的,不要你管的,就不要去操心,免得费力不讨好,还惹人嫌弃。 父母与儿女之间的情缘,只有今世没有来生。 希望天下的孩子都能被父母善待,也希望天下的父母都有一个幸福平和的晚年。 学会与自己和解,与子女保持一些距离,牢记这四点,晚年注定幸福。 老了以后,尽量不管子女的闲事,有自己的生活。 中国式父母是世界上最累的父母。 一辈子都在为了子女,年轻时为他们创造以后,年老了也要为小家庭奉献最后的余热。 他们很伟大,但这份伟大不需要再延续下去了,当下的年轻人更关注自己的生活,他们有态度有主意,以后的年轻人也只会更自我。 所以,当你老了,尽量也试着去过自己的生活,不要对年轻人的生活过多的干涉。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信仰,不要过分焦虑,吃一顿垃圾食品不会立马中毒,星期天睡一次懒觉也不会怎么样。 什么样的老人最受年轻人欢迎? 就是在他们身边也能感受到自由的老人。 这里是大道无形,分享人生故事,欢迎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。